大家好,我是Den 自己也感到非常生气 以后一定会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更加谨慎的面对防疫规定 虽然说是违反了防疫规定 但是因为宇农一直以来的正面形象 比起指责有更多的网友们表示 能马上出面道歉 反省就可以了 人都会犯错以后注意就好 希望下次能消息 但是在昨天 MBC电台却报道了 宇农当时并不是在一般的餐厅与朋友聚会 而是在非法营业的会员制Room salon Room salon就是有小姐的那种包厢酒店 宇农朋友还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等 非常惊人的消息 在首尔江南的一座商业大楼 四楼不知道为什么连个招牌都没有 记者亲自进去看看 走廊的两侧有很多房间 有女性们进进出出房间里 之前没有来过 或者是没有事先预约的话 是无法进入酒店职员 我们是以会员制运营 只接受事先预约的客人 然而这家非法酒店却登记为普通餐厅 宇农在这里与三位朋友 以及女性服务员一起喝酒到半夜 警方在凌晨突然上门领检的时候 朋友们为了帮助宇农逃则 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 宇农趁机试图逃则 因为冲突变得激烈 警方购置了会拿出手扣 在MBC的这个报道之后 SM娱乐再次发出声明表示 宇农没能遵守防疫规定确实是错误 自己也有在反省 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做出任何错误的行为 宇农是因为接到了朋友说有烦恼要说 所以才去了朋友要他去的地方 当天是第一次去了那个地方 而且宇农在那个地方 也只是跟朋友们一起度过了时间 没有与女性服务员在一起 林检时在现场的不是女性服务员 而是为了付款而在那里的管理员们 并且宇农当时没有试图逃跑 反而是很诚恳的配合了警方的调查 因为突然有便衣警察闯进来 所以朋友们在不知道是警察的情况下抗议了 而这与宇农是没有关系的事情 对于没有确认清楚就报道的部分感到非常遗憾 接着警方有关人士也对媒体表示 有几个人向警察抗议了 但是听到在这样下去就会变成公务执行妨碍罪之后 就停止了 没有肢体冲突 宇农也没有试图逃走 因为在几天前事件刚发生的时候 很多网友们都护航选择相信宇农 认为这只是一个事物 必须要给她一次机会 结果现在却被爆料 不是在餐厅而是在有小姐的酒店 所以现在在韩国对于宇农的风向 不管是网友们或者是媒体 真的是完全变了 疫情期间竟然去有小姐的酒店 太厉害了 看新闻报道的话 这里本来就是晚上9点10点才开门到凌晨关门 为了朋友去了餐厅 说着说着超过了时间 太欺骗粉丝们了吧 SM一开始声明说是在餐厅 现在又说是第一次去了那个地方 嗯 按照你们说的 没有小姐也没有肢体冲突的话 明天NBC应该要道歉吧 一般买单的话会见来一个人吧 在警察领诊的时候 刚好为了结账有几位女管理员在房间里 开玩笑吗 哇 果然一人的形象是不能相信的 虽然也有粉丝们表示 可能是真的为了朋友去的 根本就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 就算后来知道了 也为了有苦恼的朋友 所以应该就继续待在那里了 但是因为语诺出道到现在的形象 一直都是清廉热情正义 所以对于这次的事件 网友们的反应才会这么冷淡 对于语诺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在航母论坛引起热议的一个主题 就是在一个艺人引起正义后 上传道歉文或者是解释文的时候 很多艺人都因为点赞 再度引起正义 所以别的艺人点赞那个贴文的行为 一 很像是支持引起正义的那个人 所以被骂也是活该 二 不管怎么样 连按个赞都要这么夸他解释的话 真的是不应该 三 没什么感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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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